大家好,这里是韩媒频道,我是韩媒,我是加拿大的韩媒。 看了6月30号郭文贵的那个视频之后呢,有网友给我提出来的一个问题。 郭文贵呢,在6月30号的那个视频里面呢,承认曾经呢,收买一个女士制作了一个视频,是控告那个夏业良性侵犯的一个视频。 有网友就问我说,这个视频的法律效力会是怎么样的?证据效力会是怎么样的?下面呢,我就说一说这个问题。 任何一个证据都可以呈现到法庭上去,任何一个证据都是可以的。 但是呢,到法庭上去,首先呢,要审查他从这个形式上,也就是说从他取得的形式上,是不是合法? 是不是可以拿来作为证据? 就好像周立波那个案件,首先呢,就说那个毒品和那个枪支,从他取得的形式上是不是合法? 如果他不合法的话,就不能作为证据。 所以,那个毒品说明什么,那个枪是怎么回事儿,那些一概都不会再往下去审理。 那郭文贵的这个制作,他们制作的这个视频呢,也是一样的。 是可以呈现到法庭上去的,但是呢,首先要审查一下他的形式,取得的形式是不是合法? 这个呢,一般的来说,如果你原告,光贵是原告,对吧? 如果原告呈现了这个视频,如果对方不表示疑异的话,那就不会审理这个证据的取得形式,是不是合法? 就直接进入了来审查这个辩论这个证据本身,证据的内容。 那我相信呢,夏业良一方,她是一定会来提出这个问题的。 她的形,从形式上,她是不合法的。 这就看双方的律师谁更厉害了。 如果是一个律师,如果夏业良一方的律师更厉害呢,有可能就把她这个视频,从形式上就给她否定掉。 然后就不会再讨论这个视频的内容了。 就好像朱立波那个案件是一样的。 这是其一。 其二,假如说,这个呢,夏业良一方没有提出这个形式的问题,这个视频取得的途径不合法这个问题。 这个视频呢,就进入了实体的阶段。 或者呢,是因为夏业良一方虽然提出来了,但是呢,律师没有辩论得过这个郭文贵的律师。 这个视频呢,仍然进入了这个审理的阶段。 那这个视频,如果进入了审理的阶段之后呢, 如果那个女士,如果那个女士她available的话,一般的来说,会要求那个女士到法庭上来亲自来作证。 大家请注意一下啊,这些东西呢,我们中国人呢,往往有一个思维,有一个中国式的思维。 就觉得,你法官让我要啊,你法官没有要,你法官没有要,然后那个这个不愿我啊, 你法官你都没有要这个,然后你怎么就判这个案子就输了呢,怎么就结案了呢? 不是这样的啊,在西方,这个法官就坐在那里,听你说,听你说,他什么都不要。 你拿来,我就听,你不拿来,你就是没有,我不会要求你的。 跟中国的法官审理是不一样的,跟中国的那个法律程序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说呢,就是说到时候,如果说那个女士,我觉得一般的来说呢,夏宜良一方都会要求那个女士亲自出庭。 因为她亲自出庭之后呢,夏宜良和那个女士呢,可以在当庭上,他们两个的证言呢,可以互相印证。 有很多细节的方面,都问出来之后呢,然后可以互相印证的。 这是在法庭这个,通过法庭的治证,通过原告的律师,通过被告的律师,通过询问这两个证人, 到最后呢,能把这个完整的故事呈现给法官。 如果是陪审团审理的话呢,就呈现给这个陪审团。 然后呢,由这个法官和那个陪审团来做一个决定。 就看是谁说服了这个法官或者陪审团了。 那除了他们在庭上,就问说这个女通过审理,通过这个治证这个女的, 然后说当时的那些细节以外呢,还会治证这个夏宜良她的证言。 这双方的,除了这双方的证言以外呢,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呢, 这个女的,她收了钱,现在通过郭文贵,通过郭文贵在那个她, 在她那个视频里面,她已经承认了,明确承认了,那女的是收了钱的。 那你要是收了钱了,对吧,你就,你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, 就大大降低。如果说这个女的说的和夏宜良说的不一致的话, 不一致的话,那个陪审团或者是法官,她会相信夏宜良,不会相信她。 大家可以顺身处地地想一想,尤其当有陪审团的时候, 那个陪审团成员呀,全都是一些普通人,都是普通人, 就跟我,跟你一样,只不过在美国呢,或者在加拿大都是一样的啊, 就是说她在选择这个陪审团的时候呢,一定要是美国的公民, 你才有可能被选去做陪审团的成员。 那你去了以后呢,她会,比如这个案子呢,需要12位陪审团的成员, 那她会有候选呢,有很多,好几十,上百。 然后大家就跟那排队,一个一个的进入法庭, 有原告的律师和被告的律师,然后他们通过问问题, 然后他们来决定,用谁不用谁。 如果说你在那个通过,进去了十,比如说15个人, 然后她已经就选定了12个人的话, 那后面的那些个,那个等候的那些个候选人呢, 然后就还回到大厅里去等着。 她是这么一个程序,那你明白了这个呢, 就是说她只是一些普通人而已。 她坐在那里呢,她就听原告说,听被告说, 然后她就想,我信谁,我信谁。 她,她信了谁,然后她就做一个那个决定。 她民事呢,是一个少数,服从多数。 而且对于每一个陪审团的成员来说, 她判断的原则是什么呢? 就是可能性和不可能性,哪个高。 比如说夏业良和那个女的, 他们两个的说法呢,就是完全是对立的, 完全是对立的。 那么他们就会想,那个女的收了钱的, 她收了钱,收了钱的人说的话, 我是相信那收的钱的,还是相信那没收钱的呀? 对不对? 你自己,我请,我请此时此刻正在看我视频的人, 你自己也都可以想一想。 如果你是陪审团成员的话, 这两个人你信谁? 这样一说,我相信你心里就有数了。 好,关于那位女士录制视频的那位女士的视频的证据问题, 以及那位女士要是亲自到法庭上作证的话, 她的证据问题,我就说到这里。 接下来我想说什么呢? 今天我也没有宣布, 然后呢,我就在我的那个视频的下面留下来了我的那个打赏方式, 留下来了美金的打赏方式, 美金和加币的打赏方式,就是people, 还留下来了就是人民币的打赏方式,就是微信。 还没有宣布的时候呢, 网友朋友就注意到了我提供的这个信息, 就已经给我打来的钱, 然后让我挺感动的, 让我挺感动的, 对我的支持,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感激, 感谢这些朋友对我的支持, 你们不仅来看我的视频, 对我进行的支持, 还从这个, 让你们破费了, 真的是, 让你们破费了。 微信给我那个发红包的朋友呢, 我有机会对他们进行了那种互动式的感谢, 但是呢, 那个paypal给我打款的呢, 我没有发现如何跟他们就是互动, 我在这里呢, 就特别特别感谢这些朋友, 感谢这些朋友, 我希望呢, 今天给我打款的那朋友呢, 能看到我这个视频。 在今后呢, 我提前先感谢呢, 在今后还会支持我和给我打赏的朋友,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。 我在这里呢, 还想感谢以前对我支持的人,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曾经说到, 在我去年得到了那个, 郭卫兵们那些疯狂的打压的时候呢, 有几个民运的大咖来支持我, 有几个民运的大咖来支持我, 然后我现在呢, 我就不想说出了他的名字, 因为他们也有可能他们自己也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名字, 也没准, 所以呢, 我就不说, 大家都知道, 我说的我感谢谁, 然后那个, 他本人肯定是知道的, 有几个, 然后呢, 还有一些网友, 有几个网友, 很坚定的支持我, 很坚定的支持我, 我非常非常的感激, 然后我在这里呢, 还想说, 在一开始最初的时候, 最初最初的时候, 我刚以这个反对郭文贵, 质疑郭文贵, 其实是质疑郭文贵了, 我刚以质疑郭文贵的时候呢, 然后就受到了那些打压, 我曾经呢, 一度就是挺低落的, 我平生呢, 我是受宠长大的, 说实在的, 我这个人, 然后平生第一次受到那样的打击, 我不会忘记, 第一个, 给我说了一个很坚定的鼓励我的话, 她的话一直在激励着我, 她是一个东北的女律师, 她在国内的时候呢, 去参加了很多的那个微信群, 经常的被一些微信账号, 经常的被因为举报而关闭, 然后参加的微信群呢, 经常的也是那个, 被莫名其妙的就被举报, 被警察呀什么的叫去喝茶, 然后呢, 那时候呢, 我受到了打击, 因为她特别早的时候, 就加我微信跟我沟通, 然后呢, 她就那个, 她就鼓励我说, 你一定要坚强, 你一定要坚强, 她说, 你就那个, 你就这么想好了, 她说, 她特别爽, 她说, 你就这么想就好了, 我那个, 她说, 我要是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的话, 我就天天出视频, 我气死她们, 她就说, 那些骂你的丑的人, 不是因为你丑, 而是他们心里丑, 他就是想骂你, 我前一阵子呢, 黄河边, 受到了别人指责他丑, 当时呢, 我就把这句话送给了黄河边, 我就说呢, 你不要低落, 你不要受打击, 他们就是为了打击你, 不是因为你的长相, 就算是我, 他们也说同样的话, 好, 我在这里呢, 就是感激那位, 东北的女律师, 她很久没有跟我联系了, 非常非常感激她, 我希望, 她能够看到我的视频, 也许她看到, 也许她看不到, 好, 这个视频呢, 我今天就说到这里, 感谢大家的观看, 下次再见, 感谢大家的观看,